首先它不能再用安卓系统了 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国内研发新的手机系统也很快 这可能是短期内会受到一些使用体验上的影响 长期就应该不会 美国有它的出发点的考虑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反过来说 你说美国制裁华为对吧 那中国不让Facebook去在中国登陆不是也是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都是国家利益优先的事情 完全可以互相理解的 这个其实本质来讲就是中国在崛起当中的话 就是第二名的国家跟第一名的国家 这种利益上面的一种国益